影视剧《现发而行》应该是近期最火热的影视下作之一了 继以现为大员之后 该剧在网上掀起了一波舆论热潮 谭素云出演的女主角程骁 不仅果林精怪 就连处事风格都看比一般男儿 这一角色演绎 完全与古装影视剧大有不同 而伴随着剧情的发展最让人欣慰的是 谭素云出演的程骁 将与王凯出演的顾南亭 一同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了 顾南亭是陆航知名的机长 名声响彻国内外 程骁作为一名有梦想的飞行员 一心奔着机长的职位去 可是作为一名女同胞 女飞行员 能否在航空公司立足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顾南亭作为程骁的教员 她时常会奉劝程骁 做事情要谨慎 时刻将乘客的生命安全放置第一位 不容许有任何瑕疵 而程骁是一个技术过瘾 不认输的女性 对于顾南亭的建议 时常拨回 而时常会拌嘴 甚至闹出些不愉快 或许姻缘就是命中注定的 这对欢喜员家 也在日常的接触 与斗嘴中越走越近 自从顾南亭不惯 为将程骁从飞机上抱下来时 程骁内心对顾南亭 逐渐产生好感 甚至爱上了这个黑面上司 顾南亭是一个内敛的人 自从女朋友不信事事后 她就一直没能走出阴影 更不懂得如何浪漫 可是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却家家碰上暖心 活不可爱的程骁 她不仅主动追求顾南亭 甚至还主动靠近她 拉近二人的距离 而最让观众狂刷事变得不够的一幕 则是程骁与顾南亭 在沙发上亲吻的一幕 真是太甜了 在第17集第18集 剧情更是全程高能 万万没想到 地主家的好儿子和402苏克 是以这样的方式见面的 剧情中 网友认为程骁驾驶飞机操作不当 导致大明星断钞受伤 于是人肉她 网爆她 不仅对她人身攻击 还在晚上跑去她住的地方 捡她的电线 程骁很害怕 赶紧给自己的房东发邮件 不过这个时候的房东很犹豫 因为她的房东就是顾南亭 顾南亭看了程骁被人肉的资料 没想到地址 竟然是自己家 她也惊呆了 尤其是想起程骁问她的问题 还有她自己自认为是渣男的事情 顾南亭算很纠结 但是程骁这个时候很危险的 于是仗着胆子去了 正好接住要摔倒的程骁 就这样 两个人在尴尬的时刻相认了 程骁不愧是程骁啊 不仅戳破了顾南亭的尴尬 而且挑感她 害羞了 程骁乘声追击 对顾南亭说 网上的你比现实中的你该多了 接着问她 我怎么样 不过顾南亭很闷 哼哼了半天就别出几个字 作为房客挺好的 笨重不懂表达感情的顾南亭 说了这样的话 就这样被程骁认为 她被顾南亭发好人卡了 虽然程骁用开玩笑的口吻 不再纠结这件事 也是给顾南亭一个台阶下 但是程骁这么执着的女孩子 怎么可能就这样放掉 在嘴边徘徊的男朋友呢 所以她依旧开始攻城掠地 让小间歇送送 偷顾南亭的飞行记录 然后开始画地图 你能想象到航线图 建成了两个人的定情信物吗 虽然程骁的路线图 是她硬塞个顾南亭的 但是顾南亭的翻信 早就动了 只是嘴硬而已 毕竟她闭着眼睛 都记得程骁飞过的 每一条航线 而且对于出事故的 那条飞西安的航线 不能算作成功 或许顾南亭就是那种 很靠谱 但是不会甜言蜜语的 那种闷骚型男人吧 不过 谁让程骁是一个 活不可爱又跳脱的女孩子呢 这两个人的性格正好互补 而且目前来看 正好赶上了女追男 隔层杀的阶段 只要程骁加加油 一定会把对女飞 非常重视的顾南亭 拿下来的 其实对于程骁 这类主动型的女孩子 她很有想法的 她这男朋友 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 所以她硬塞给顾南亭 飞行图 用此来强行换绑 情侣CB的关系 看得出来 她特别喜欢顾南亭的 期待两个人 可以守得云开 见月明 虽然这两人的CP感很加分 但剧本却成了最大的败笔 情节和人物设置 充满了老套的模式化 片名化的好人 坏人 偏执控制欲强的母亲 喳喳呼呼神经大条的闺蜜 查理查界的情敌 这些人物图谱模式化到 一个词就可以概括 整个人物小传 更不用说什么冤家 误会白月光的老套剧情了 尤其是亲情线和友情线的设置 先说现阶段 大家元气都很重的下志 这姑娘一亮相我就觉得大事不好 这种干啥啥不行 但是我真常的人设 真的已经过时了 因为什么工作都干不长 看见成效所在的航空招空姐 拎着魔枪居然也被录取了 然后就觉得找到了一手努力的方向 哎 看完我就觉得 怎么当空姐比脱口秀门槛还低呢 如果只凭借所谓亲和力 就可以被降低标准 可以不断犯缩 然后被无限宽容 那这是对所有努力和遵守规则的人最大的不公平 再说 下志作为闺蜜 在成效遇到低谷 被停飞 被调去地情时 他几乎没有主动关心 还转身去去跟新朋友一起住 他犯那么大错误 成效让他主动承认 简就觉得成效要害他而发脾气 甚至气了好几天还没好 可成效差点被这次失误 害死阿卫 怎么谁先生气谁有礼呗 目前为止 下志这个角色对剧情没有任何必要作用 我甚至觉得下志的心理 恐怕面对成效的优秀 一直是有自卑的 还有一位隐藏的 耽误主线剧情的人物设置 就是成效的母亲 其实 看成效的个性 大概率是幸福家庭长大的小孩 开朗乐观 积极不耐好 但他对于顾南婷的权威 第一反应 永远的抗拒和反驳 这是很奇怪的 果然 成效极度强势的妈妈出现了 剧情进展到这里 逻辑是非常顺的 但问题就在于 成效的家庭设置 也过于城市化了 母亲偏执可以 但作为律师 已经偏执到近乎精神病的程度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上一次看见这么精神病的 还是苏明玉他妈 但苏明玉一家 是立得住的 偏执狂母亲 懦弱无能的父亲 没担当的儿子 既独立又矛盾的女儿 整个家庭是分裂的 但成效的家庭 看起来又很和睦 母亲都能做出 改志愿和卖房子的事了 家里还能维持温馨体面 所以 整个家庭氛围是不合逻辑的 成效父亲这个慈父 也是立不住的 一个真正的好父亲 是在母亲一开始放魂的时候 就该尽力阻止修正 而不是祸心尼 哄着不生气 偷偷安慰女儿就完事了 让女儿在这种变态的 控制欲下成长 于父于母都不负责任 成效全家 对这个母亲的容忍程度 很像是对真正的 精神病人的放弃态度 很显然 探讨原生家庭的一题 过于复杂 属于这部剧主题之外的部分 不知道这条线 后续还会不会展开 倒不如从头就弱化吧 做精品剧 不要想着什么都加一点 就简简单单的 把主要视角 都放在机场和飞机上 多增加一些飞行途中的 行业故事和爱情故事 就足够丰满了 在我李宇恒这个角色 也停留在温柔世人的女孩 就一定得是绿茶的刻板印象里 温柔的女孩 就不能用温柔的力量了 爱情里互卫对手的两个人 就非得是非黑即白吗 总体来看 整个剧充满了一种 框架内的精致感 和难以冲破模式的老套感 编剧能力是有的 但又被模式化给限制住了 索性是 演员演技还是抵到位的 顾南婷的理智和较真 成效的冲动和感性 其实很容易陷入 片面化的演绎模式中 但两个演员的加持之下 角色说服力 显然将其他角色强出许多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